全球气候暖化 导致自然资源日益减少 推动绿色环保事业 已经成为企业 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一项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 食品展览会 从今天起一连三天 在彭亨州云顶高原盛大举行 来自国内外的餐饮业业者 聚首一堂 分享行业内最新的实践方案 云顶世界宣布 与五家企业 签署总值1200万令吉的 谅解备忘录 承诺为提倡绿色经济 贡献一份年利 这项食品展览会 今天在云顶高原 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尾幕 有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 凯鲁费道斯主持开幕仪式 活动第一天 共签署三份谅解备忘录 另外两份谅解备忘录 则会在明天签署 企业之间的合作内容 包括以植物作为食材 减少对塑料和一次性瓶子的使用 将食物废料升级再利用 从碳粉转化为酒店用品 比如牙刷 梳子和餐具 一系列的精彩活动包括免费研讨费 卖家与买家相互交流 寻求合作机会 此外 大会也向七位厨师颁发了徽章 以表彰他们为餐饮业做出的宝贵贡献 这是主办方首次举办以绿色经济作为主题的食品展览会 为期三天的活动放眼吸引超过3000名访客参与其胜 并希望每一年都会举办有关盛事 马新社电视李志辉采访报道